为什么这次选择尼路呢 因为她是唯一的一位正派诗人 她是诗人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 也是最具备人性的诗人角色 说大一点 她是死神中非常具有特色的女性代表 所以这一期 尼丽艾路 哈喽各位我是核心 欢迎收看新一期人文志 这期我们来圈丰面聊一聊尼路 不是这个尼路 也不是这个尼路 而是这个尼路 包括她的性格心理装扮严形 以及做的记者她什么样子的灵魂 大家如果喜欢 希望可以给三连一集观众 不过这样的视频都望远 以为大家的个人理解以及剧透 希望大家谨慎观看 有很多人喜欢尼路 是因为她拥有着男性所幻想的一切 从大到小拥有着完美的变化形态 年人 罗利 甲子音 长发 玉姐 大胸 甚至还有free 有人说她是黑漆户除了虚白之外的 另一个御用霸底 是唯一一个全篇都展现正台一面的 时任角色 而其实她的一切都源于她的歧视精神 酒保大人给了尼路一个木字 这个字非常有意思 也再次敬佩酒保的温学造语 木这个字 第一是跟随 纠沉的意思 而在破灭片中 尼路不离不弃的跟着一户 也与这个字非常贴合 第二是爱木的意思 这是表达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情略的感情欲望 而创作这个词的契机 是来源于欧洲的浪漫主义中 延伸的歧视精神 这也是尼路或者说 作者在尼路上所追踪的理论 尼路一共有两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是小萝莉的状态 而第二个形态便是长发的性感形态 我个人感觉食人的破面 都是在净化中所留下来的兽性 而尼路的破面位置在头部 这也映示了尼路的缺点 在小孩状态的尼路思想也会变为骇头 尼路第一次出场是在146岁 尼路因为拯救被掠走的井上 与查杜和赤田来到虚圈 而第一个碰到的破面就是尼路 被好几个破面追赶的尼路 被尼路认作了人类 从而拔刀相助 但实际情况是 这几只破面在玩躲猫猫的游戏 而尼路也就这样加入了尼路的阵营 在于103号破面战斗中 结实了自己能够吞噬 并且吐出虚闪的能力 尼路也在相处中慢慢与尼路拉近关系 也就此成为了尼路的人心挂架 在沃尔塞尔拉给尼路掏心窝子的时候 对尼路更是不离不弃 与格林乔对战时 给尼路不停地呐喊鼓励 并且点醒了井上所孤立的事情 而在尼路赢得与格林乔一战后 又迎来了第五时任诺伊特拉 在诺伊特拉的交谈中得知尼路是前时任 而尼路奋力保全尼路 让尼路变身为了原本的样子 为了报答尼路与诺伊特拉展开的对决 并且揭示了诺伊特拉与尼路之前的故事 诺伊特拉用计谋 用萨尔波罗的工具将尼路的假面啃碎 导致尼路变为了小孩 尼路已在强行释放自己的规刃 在即将了结诺伊特拉的时候 变回了小孩的样子 而在血战时期 与来到续心的店长达成合作 在最终决战时再次与一户登入凌王宫 在店长与致死辆亚斯丁对战结束 亚斯丁将要同归于近视 根据店长的请求成功救下包括店长众人 而在血战结束 带走雷王攻上驱入的赫利贝尔 骑士精神惯涉了尼路的性格 这其实和他所经历的一切密不可分 更还要在尼路就任时任时说起 虚通过崩御而升级成为的破灭 是代表着拥有优越杀戮能力的角色 而他们的杀戮能力 也按照号码进行排序 从零到九的时任更是里面的佼佼者 他们因为蓝染而诞生 所以一切将会效忠于蓝染 而尼路是时任中排行第三的角色 也是时任中唯一的女性破灭 数字越靠前 就代表他们越接近人 也越发拥有了人的特性 身为时任的尼路已经非常强悍 而诺伊特拉挑战了尼路 当然最终是碾压式的击败 拥有理性的人战斗是需要理由的 而诺伊特拉并没有 所以与诺伊特拉没有理由战斗 也更没有杀死胡的理由 而诺伊特拉的理由就是看尼路不爽 这其实并不是理由 而是身为野兽的本能 所以诺伊特拉现在也并不是拥有理性的人 尼路也并不想背负不是战士的人的性命 而诺伊特拉这么针对尼路的原因 其实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在战场上女人凭什么可以领导男人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固有思想 为了激怒尼路 诺伊特拉将尼路的副官 配靴以东德恰卡的假面 强行扒了下来 就是为了让尼路应用和他战斗的理由 这确实激怒了尼路 但是这也并不算做战斗的理由 诺伊特拉使用了萨尔波罗的装置 将尼路的假面砍碎 并且连带着副官一期奉读出了虚悦宫 而尼路在这也因为伤口 让铃鸦流走变为了小孩的心态 尼路一直把理性及做事的理由 作为判定基础 这其实和他遵循的歧视精神有很大原因 歧视精神是一种上层社会的贵族文化精神 是以个人身份优越感为基础 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及尊重 这个个人人格也包括他人的个人人格 也是压迫者对于力量和生命的勇敢追求 这其实就是尼路对于目前虚显状况最好的展示 或者说 这两句话就是尼路所出场贯彻的意义 负面从野兽进化为应有理性的人体 诺伊特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除了应有人形的身体之外 骨子里其实还是一头野兽 还要身为野兽思想的诺伊特拉 绝对无法忍受自己被女性压上一头 因为尼路也曾经经历过野兽的时候 所以对于诺伊特拉 他更多的其实是想引导诺伊特拉 让他也能够意识到理性与兽性的区别 为尼路引导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他的两位副官 黑薛以及功德恰卡 他们虽然又变为了野兽的形态 但是却拥有着比诺伊特拉更高级的思想 只是诺伊特拉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有人说时任中数字越靠前 不想战斗的欲望就会越强烈 史塔克 拜德纲 特利贝尔 以及尼路 当然除了雅米 这其实是有据可循的 因为他们已经渐渐的取回理性 别人会思考为何做这样的事情 或是因为伤害到了自己与同伴 或是因为波及到了自己的地位 或是为了保护自己一直守护的事情 尼路虽然变为了孩子 但还是会因为理由而再次战斗 小孩子的尼路已经暂时性的失忆 破坏了假面 丧失了力量 失去了记忆 而他的副官配薛及动达卡卡 并没有抛弃尼路 甚至赌上了性命进行守护 就这样两位副官带着尼路 从虚先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并没有虚悦宫中的尔虞我诈 没有向上的压迫 没有向下的挑战 有的只是同伴之间的欢乐 和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遇到了一户中 一户 茶度 石田 因为研究井上 来到虚圈 尼路是他们碰到了第一个破面 而尼路在询问到一户职业的时候 才知道他们分别是死神代理 灭血师 人类 尼路寻死好家伙 三个杀石的职业算是到齐了 一户出于本能 将尼路作为小孩子之处保护 可能是因为想报答一户的恩情 所以尼路将一户送到了虚圈宫中 一户不想让尼路受到伤害 所以踢出就此分别 但是尼路还是强行跟随了一户 开始了虚圈宫的冒险 他们首先遇到了103号破面 在战斗中 尼路也是首先展现了自己的能力 将敌人打出的虚闪直接吞噬 并且反弹了回来 但自己终究是个孩子 如果没有一户的保护 可能已经丧生在这里 与一户的相处 让一户已经认定尼路为自己的同伴 并且会将他保护到底 他们的羁绊也在这时牢牢的连接中 一户遇到沃尔萨拉 但是并没有一上来就与他直接展开战斗 一户说他没有与沃尔萨拉战斗的理由 虽然你是敌人 但是你本人还是没有伤害到他的同伴 而在听到井上就是他掠走的时候 一户没有半点无语直接攻了过 沃尔萨拉将一户打成供伤 革命桥在井上来对一户进行治疗 两人展开了一场生死的对决 而尼路在旁边一直在给一户鼓气加油 其实我们可能只看到了不想让一户受伤的井上 而忽视了善良的尼路 从103号破面再到沃尔萨拉 再到格里姆桥 只要是戴上了假面的一户 一定会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 为了救下井上 一户选择戴上了恐怖的假面 自己也是遍体临伤 而这种痛苦是除了一户自己之外 唯有一只跟随他的尼路才知道 一户击败了格里姆桥 但是另一个更加强大 并且与尼路有了千丝万里关系的时任出现 他就是在陷害尼路后 上任了第五时任的诺伊塔拉·杰尔加 诺伊塔拉就算是上任了时任 但是自己的理念却并没有改变 战斗永远都放在第一位 而且是不及任何后果的残忍战斗 尼路或许是因为古自己的阴影 对诺伊塔拉极其的恐惧 但是还是被诺伊塔拉认了出来 而从这开始 尼路就变为了他的第一首任对象 对于适应了无忧虑生活的尼路 再听到时任这个词后是极力去否认 可能那样尚有压迫 想有挑战的生活本就不适合他 不过医护选择了相遂 并且拼死也要保护下尼路 就算是一次又一次的被诺伊塔拉击倒 可能医护的每一次受伤 都让尼路带来的愧疾 所以他再次变为了大人的形态 不得不说这个身材是真的顶 尼路让医护在这不要动 这次让我来报答你 骑士的接力从这时开始 这是一名骑士对另一名骑士的报答 尼路毕竟身为前三的诗人 诺伊塔拉的攻击对尼路来说完全起不了作用 甚至连虚闪都可以吞噬后加倍返还 但是毕竟诺伊塔拉也是时任之一 并不能如此轻易的打败 虽然刚恢复的身体有点吃不消 但是尼路还是进行了归刃 欧哥吧 零骑士 归刃后的尼路变为了半人半马的状态 而自己的破面变为了羚羊的样子 谁又不喜欢一个凶大家子云的弗里呢 尼路的归刃状态其实更贴合骑士一侧 手拿长枪 而破面就像是变为了自己的盔甲 其实中世纪的骑士们也非常喜欢 将自己的头盔 制作成动物的样子 这是自己身份的象征 尼路的脸型为颜灵羊 也就是翼灵 这是生存在极限生涯上面的动物 这是勇敢和坚韧的代表 为了自己爱慕的配偶 会与敌人殊死互斗 他的脸型也和尼路的脸型很像 中间都有一道装饰 而半人马这个词 来自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 在印象中这种怪物更多的是狂野 粗暴以及不讲道理 而在半人马中有一位贤者 叫做喀戎 他是教导了众多英雄的导师 是个与其他半人马不同的存在 是善良 温和 并且乐于帮助他人的角色 罗伊塔拉袭击的尼路 哈拉库勒斯袭击的卡罗 同样是被力量型角色袭击 他们的故事还有一丝丝的相似之处 而手拿长矛也会想起另一个人物 战争女神雅典娜 在第34卷单行本上 尼路作为封面 而标题则是King of the Kill 杀戮之神 所以他的归人 可能也借鉴了一些希腊元素 尼路制出翠之射枪 将尼特拉直接打得无法还手 而再次想投掷时 尼路变和了小孩的样子 这次短暂的归人就此结束 尼特拉将尼路直接踢晕 以幸亏静静静的援助 剑八出现 将一户救了下来 话说剑八的人物质 有没有人想看 点赞超过5000 我们安排一下 当然之前的那些点赞 我也一定会安排的 面对强悍的剑八 尼特拉完全无法击败 在剑八用出最后一击 尼特拉倒下时 他的眼里依然只有尼路 尼路就这样一直晕绝了过去 一直到一户击败蓝染 他都未能再次见到一户 这也成为了尼路的遗憾 续圈没有了蓝染的统治 会面们的生活好像更加轻松 赫利贝尔成为了新的续圈之王 而尼路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赫利贝尔并不像败勒纲位居高位 也并不像蓝染压迫众人 而是给了大家一个自由的续圈生活 尼路与他们的关系慢慢变好 但这种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 新的敌人进攻了续圈 尼哈巴赫率了面却是来到续圈 将续圈直接踏平 身为续圈的王 赫利贝尔也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而尼哈巴赫的力量过于强大 手势也要顶不住了 赫利贝尔让尼路赶紧走 而自己面对尼哈巴赫的攻击 但是赫利贝尔竟然被尼哈巴赫直接逮捕 尼路的副官东德加卡也被逮捕 尼路已经被逼无奈 现在只能去到现实 去寻求医护的帮助 尼路已经没有先功夫打闹 并且给医护说明了现在的续圈状况 黑靴甚至行大理拜托尼 而就这样 他们再次来到了久违的续圈 续圈这时已经一片狼藉 而医护也与基督GOP展开了对决 并且回到了失魂界援助护听13队 事态变得愈发严重了起来 尼路与店长以及茶斗锦上留在了须圈 店长与克利姆乔搭成了合作契约 便携给尼路制作了可大可小的装置 可以让尼路在随时随刻都可以 以萝莉预解用切换 战斗开始愈发机会 尼哈巴赫已经将联王公所占据 一后他们也开始了正式反击 克利姆乔与尼路作为元首 出行在战场 尼路也换了新的皮肤 为了不让全员团灭 店长让尼路在危机时刻赶回援助他们 也在尼路的帮助下 他们被成功揍了出来 也在大家以及疑忽的努力下 尤哈巴赫被成功击败 后面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们是世间被名为恶的存在 但是在经过我们学习战斗后 尼路的想法开始复杂起来 他救下了关押在联王公的赫利贝尔 并且和格里姆乔回到了须圈 他在思考战斗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这个世界上的善与恶 又是怎么判定的 血战过去半年后 须圈的世界在慢慢的不断变化着 因为电场的装置 尼路很少变回了小孩的状态 他与赫利贝尔及格里姆乔 成为了须叶宫的新的主人 但是格里姆乔本性好战 对管理须圈没有任何兴趣 所以须圈也一直都是尼路与赫利贝尔管理 也因为格里姆乔无辜失踪的契机 偶然发现了钢铭带施滩的计划 并且一起组成了联军消灭他 与陈旧燕尼 以及文仙术者道友跟阿乌拉 指挥了对战 道友跟阿乌拉被带恶人试探反将一军 尼路与赫利贝尔留下了他 将他一同带回了曲圈 每个阵营其实都拥有善与恶 曲圈也存在着诺耶特拉这样的人 施红阶也存在着钢铭带试探这样的人 灭绝石也存在着尤哈巴赫这样的人 他们是否是恶呢 相对的 曲圈中的赫利贝尔 施红阶的后听试三队 灭绝石的诗天一龙 他们又是否是善呢 尼路已经不再使用善恶来判定世界 而所代替的是自己眼中所观察的这个世界 是歧视眼中自己评判的世界 是疑惑给予的这个世界 尼路的故事到这也要快结束了 这个角色其实在死神中的戏份并不多 但是却给人留下了相当多的印象 而大部分印象可能也只停留在 他的罗莉也预解了变换形态 这种单一外表的印象 或者是他对某人的爱慕之情 所以这一期《人物志》 并没有过多去描述他的外表以及感情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不方点个关注电森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